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吸血鬼的传说在东欧之所以长期盛行 这也是众多历史原因造成的 中世纪时 几乎整个西欧 包括英国 法国都流传着吸血鬼的故事 17世纪 吸血鬼迷信却在西欧日益罕见 相反 随着商贸和文化交流 它却开始向巴尔干半岛诸国 奥匈帝国东部和俄罗斯等地蔓延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 东欧各国交通不便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生活贫困 山区更是如此 当时很多先进的科学发现很难传播到这些地方 这里除了城市的富裕阶层外 居民大多是目不时钉的农民 因此旅游者所讲的迷信故事在这些地方很受欢迎 另一个原因是 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国家里 例如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等地 罗马教廷依靠宗教裁判所 对异端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而在东欧世界里实行拜占庭仪式的教会 他们对吸血鬼传说要宽容得多 他们甚至把吸血鬼纳入到了自己的礼拜仪式中 面对这个吸血鬼迷信的这个流行呢 各个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持公共秩序 在1710年瘟疫大盛行 很多这个疫区呢 就谣传是吸血鬼造成了这场瘟疫 然后呢 很多国家不得不拒派人去调查这个这件事情 甚至把一些公墓全部挖开 来寻找这个灾难的罪魁祸首吸血鬼 因此啊 在这个奥地利 塞尔维亚 普鲁市 波兰和俄罗斯 很多地方 街头巷尾啊 谈论的话题都是吸血鬼 其中呢 有一个最耸人听闻的案例 在这个塞尔维亚 一个叫帕欧勒的农民 他在1726年呢 从一辆装甘草的这个大车上摔下来摔死了 之后呢 传说他变成了吸血鬼 这个帕欧勒呢 被控的罪行有 造成了这个塞尔维亚 一个小村子里面呢 人畜 大量死亡 在这个案子呢 还有一个官方的报告 用德语写的 现在还存放在这个维也纳大案馆里面 帕欧勒这个案例 曾经轰动一时 当局于1731年12月 开始正式调查此案 由军医弗鲁格 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 见闻与发现 被多次再版 该书引起欧洲统治阶层的 极大兴趣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就曾要求一名公爵 去调查核实这些内容 并写成详细的报告 呈送给他 在此之前呢 关于吸血鬼的各种说法 主要还是来自这个口述的传说 大家相传的故事 以及各种留言 尽管这个18世纪呢 是理性主义当道 当时呢 有一些这个关于吸血鬼的著作 内容啊 非常丰富 深刻 这些书呢 作者都是一些 有名的医生或者教士 记载了这个吸血鬼 这种迷信的各种现象 还有人呢 对这些资料进行编目分析 18世纪 有些人呢 赞同吸血鬼存在 这种超自然观点 而另一些人呢 只用理性的名义啊 进行驳斥 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迷信和无知 这两类书所代表的观点 在当时 掀起了激烈的论战 面对这样一大批的论诸 教会也不再保持沉默 这时也出现了一批 论述吸血鬼的著作 当时颇付圣明的一本著作 便出自一位教士之手 他是赛能修道院的院长卡尔梅 他已注解圣经文明 他的书叫《论匈牙利等地的附体鬼魂》 被开除教级的人和吸血鬼 这本书于1746年在巴黎出版 最重要的例子是教皇本堵十四 他在《天主赐福》一书的第四卷里 用了一些篇幅谈到吸血鬼 他本想以天主教义 来否定吸血鬼的存在 相反正是由于教会 对于吸血鬼的注意 无意中却让吸血鬼迷信 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在法国 百科全说的作者们 对这个吸血鬼的传闻 非常的恼火 著名的这个思想家福尔泰 在1787年出版的 这个哲学词典里边 对此甚至表示了愤慨 一个哲学家卢梭 在给这个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中 抨击了这个吸血鬼的迷信 当时的启蒙运动正值高潮 吸血鬼这个迷信 居然还能蔓延开来 他们俩感到不可思议 从18世纪开始 人们给吸血鬼总结了 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吸血鬼是一个附体的鬼魂 而不是在空中游荡的幽灵 二 吸血鬼夜间从坟墓里出来 吸活人的血 以便延续自己的生命 三 被吸血鬼残害过的人 死后也会变成吸血鬼 在吸血鬼传说中 蝙蝠总是吸血鬼的化身 实际上传说中的吸血鬼 能够变成蜘蛛或狼等各种动物 它甚至能变成虚幻的物体 很多人以为 大蒜刺鼻的气味是对付吸血鬼的武器 在很多影片中都有这样的描写 其实这只是在罗马尼亚一带 才流传的说法 不过 所有传说中 吸血鬼都只能在夜间出来 鸡鸣之前 必须回到坟墓里去 吸血鬼害怕胜水 因为在基督教里 圣水是生命之源 他也怕圣体和十字架 用圣水和十字架 对付吸血鬼的场面 在电影中被反复演绎 成了对付吸血鬼最好的办法 在各国的历史传说中 都有很多对付吸血鬼的办法 比如在捷克北部的山区 人们把尸体用长线裹起来 大家认为吸血鬼 每年只能拆开其中一部分 在俄罗斯 棺木里面要放一些婴塑的种子 这样一来吸血鬼每天夜里 都要熟出这种子有多少粒 塞尔维亚人为了使住宅 不遭到吸血鬼的攻击 经常用摆油在门窗上面画个十字 而罗马尼亚人 则把所有的房间里面 都挂上大蒜 还用大蒜擦拭门窗 壁炉和锁孔 这样来防止吸血鬼的骚扰 那在传说中 到底怎样才能置吸血鬼于死地呢 要想斩草除根 就必须用锤头 把木桩定入吸血鬼的心脏 在俄罗斯 这些器具是用山羊木制作 这种木料是用来制作十字架的 其他国家则多半用山楂树 这让人联想起耶稣受难时所带的荆棘冠冕 至于在南斯拉夫的达尔玛提亚地区 则是用由牧师祝福过的匕首 罗马尼亚人把这种仪式称为大修 传说这种仪式要在此前